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2月16号星期二 我之前说了买了一个就是说这种EDC的RD Carry的这个枪 Glock G43X的MOS MOS就是上面可以加红点 这个空的,这都是空的,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说我这上面买了一个就这个Hulu桑的507K的X2 第二代,X2就是第二代,第二代什么意思呢 第二代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这长按这个好像是加号键 多少秒之后呢,它这一闪之后就固定住了 这样你的两边的按钮都没有反应了 就是说保护,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就是说小的 它也知道,这种小枪弄的红点 你搁在身上有时候来回挤的话,可能会挤到它 这样它会有一个锁定模式 然后你要再长按这个加号再给它解锁 然后你才可以调,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507K这个呢,当时我就说呢,我之后会给它做一个评错 说说这个呢,好不好,那我觉得呢,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弄的是很好弄的 你看哥在这大小呢,也合适,宽展也合适,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这个它呢,它还有一个呢,407K 407K是什么呢,上面就只有红点 没有呢,这个圈,怎么叫红点是圈呢 它是这样,我坐过去啊,我给你大家照一下啊 你就能够看到,咱们看一下啊 你看啊,我拿着这枪,你看啊,你能不能照到这个红点 对,照到红点了,对不对,你看啊 它现在这就是完全就是只有一个红点,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我现在长按这个键啊,长按 长按一会儿之后它都会变一个模式 你看,就要变成一个圈的一个模式了 对 能看得出来吗,就比刚才大了 但是你看,反正就离着远近不同 远一些的话,可能能看到 能看到吗 嗯,你别懂啊 嗯 好,出现了 这圈是吧 好,我再查按啊 嗯 变了吗 嗯,好变了 变成一个圈一个点了,是不是 看不出来 这儿应该太小了 对,好吧 我往后来一点 你再往后来一点 行吗,还是不行吧 还是不行 不行,就大概齐吧 反正就是呢,它就可以调三种模式 嗯,一个模式就只有一个点儿 另外一个模式呢,就只有一个圈儿 嗯,那第三种模式呢,就是一个圈儿 里边还有一个点儿 嗯,就现在这个模式 好吧,那我跟你说啊 你突然能看出来,它这个镜子呢,非常的小 因为当然这种,它是给专门这种小枪弄的 它跟这个SRO的这种呢,就不一样 你能看出这些镜子吗 对不对 SRO的镜子基本上比较大了 快有一倍了,对不对 如果呢,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SRO里边 它如果调一个圈儿一个点儿的话呢 还实用一点 这么小的镜子 一个圈儿一个点儿之后呢 其实你不太,呃,不太好瞄 我这儿我做回去啊 我做回去,它实际上呢 你是这个不太好瞄的 所以你真正你用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用呢 就光用一个点儿就得了 那个圈儿呢 或一个圈儿一个点儿呢 其实不太常用 镜子这么小 你弄成一个圈儿一个点儿 之后,呜呜一大 它基本上把这镜子整个都呼死了 你感觉哪儿都是在 秒哪儿都是它似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还不如就一个点儿 一个点儿的话 它就因为507K嘛 这个贵,才会有这三种模式 如果是407K呢 比这个便宜 407K呢就是呢 只能的是一个点儿了 就没有那个圈儿了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这样的情况下 反正你用那个点儿 就没必要的再多花钱的买这507K了 就买407K就得了 反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觉得呢 就这个意思 那我后面还会不会再买呢 我也就不会再买了 为什么呢 我之前呢我也说了 我原先呢 不想买一个这个43X MOS 再买个什么48的MOS 因为我觉得这个枪板特别舒服 拿在手里 大小呢 这个刚好 的确实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枪板拿在手里啊 但是呢 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前两天拿来枪呢去打了 去打了之后呢 发现呢我跟你说啊 这种小枪呢 呃太难驾驭了 其实我之前呢也知道 这个枪呢 越大呢 厚度的力越小 因为这枪大它沉 因为你一颗子弹打出去 它有一个向后的一个作用力 对不对 你的枪越大越沉 其实向后的这个作用力呢 它就能抵消的就越多 对不对 你的枪越轻呢 它向后的这个速度呢 就越快 就动能吧 这个质量乘以这个速度 对不对 你质量越大速度就越小了 质量越小速度就越大 这大家都学过 对不对 那我之前呢我也知道呢 这个小枪呢 后表力大 但是我觉得9毫米能有多大呢 就没太当回事 结果真的一打呢 就觉得这种小枪跳的非常厉害 真的这个小枪呢 你打完之后它往里跳的 就给你感觉你钥匙弄不住 你就感觉它要 它要飞出去了 那种感觉知道吗 就跳的非常厉害 但是你控制呢 也能控制得住 但是你连续击打的准确性 肯定受影响 你跟这种枪呢 就没法比 你去打 你就会发现 这种枪你拿着它 你连续去击打 同一个目标的话 可以快速连续击打 这种的话呢 比它可以就慢一倍 如果你想就是说打准了 朝银目标打准了的话呢 它差不多能比它慢的有一倍 它不好控制 你知道吗 它每次打完之后呢 它一跳 你再压回来 再打 再压回来 再打 这个呢就非常的呢 好呢 就控制得住 知道吧 这个枪 所以呢 刚开始呢 我们认为这种大枪呢 你手小拿着不得劲 小枪手小拿着得劲 肯定呢 攥住了之后呢 打起来会比大枪更好打 但是现实情况呢 并非如此 大枪呢 虽然枪霸这儿很厚 这都没有子弹 都没有子弹 枪霸呢 虽然它握着呢 是很厚 好像掌握不住一样 但是由于它质量大之后呢 它的后座力小 你反而容易呢 去控制它 所以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这个制退器啊 我刚开始呢 就是说 买来之后 就买了个制退器 装上照打嘛 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后来前两天呢 我觉得也不好看 我都把它拆了 就不用它了 就去打完之后呢 发现呢 还是有制退器呢 这个制退器呢 还真不是一个摆设啊 所以你要有机会 能装一个这种制退器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说 装一个 还真不错 有它没有它 区别还蛮大的 有了它之后呢 这个枪的后座力变得更小了 甚至呢 我老婆都觉得呢 好像这个和我们家那把点二的搭起来 都有点都接近 拿着制退器的时候 但是没有制退器的时候呢 就明显枪口上扬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还是 还是真不错 这东西 我记得好像90多块钱 打完税 100多块钱 出点头 是值得的 可以 我觉得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呢 去考虑呢 去这个 去装一个啊 那我呢 原先呢 我本来说我说拿了这个之后 这个握着有点粗嘛 不得劲 我觉得呢 哎 买这种枪呢 握着得劲 我本来说想买的什么那个SIGSWARD P365的XL啊 Glock G48的MOS啊 买几把小枪呢 各家里也打着玩啊 或者跟我老婆到时候 我们俩都考完CW拿着中啊 现在我发现呢 根本就不行 这种小枪呢 打着更 更不得劲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以后呢就不买小枪了 我还是买大枪得了 那我觉得呢 还是要买大枪 我后面可能再买几把呢 这种呢 这种全尺寸的 full size 然后往下打完了之后呢 你就感觉你的想法呢 就是说 呃不一样了 所以呢买那几把枪呢 去打一打 回来之后呢 后面再买什么呢 这个想法不一样 主要呢 打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买枪 哈哈 那买枪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打枪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反正 嗯 后面再说吧 我看一看 嗯 我最近呢 在想呢 买点那个CZ啊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呢 这个枪呢 打着舒服才是 才是最重要的啊 有好多人跟我说 说什么 打完看 打完想买车 想买那个911的时候 就一堆人就跟你说啊 911这不好 那不好 说呢 都不如呢 那个什么凯米瑞好 不如亚更好 你知道吗 我买枪也是 我一样买这种好枪 我回来我当时我不说 我想买那个 什么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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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枪啊 或者 CZ的那种什么 沙漏2啊 之类的 一堆人跟你说 别买那种枪啊 我跟你说 我看见好多 那些人刚玩枪 就买那种赛枪去赛场打 根本就不对 你就应该买这种 Glock啊 这种枪就应该 我跟你说 像那种 像CZ 像我们打枪 像我玩这种什么 OZ9啊 CZ啊 Starko啊 这些就相当于像什么 保日捷的911啊 法拉利啊 法拉利啊 法拉利的什么 这个 法拉利现在叫什么了 以前叫California 现在叫什么 Portosino 什么 想不起来了 改名字了 然后什么 这个 兰博基尼的大牛啊 小牛啊 你知道吗 你买这种枪子相当于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那种跑车 你知道吗 性能跑车 然后呢他们就偏要跟你说呢 这种东西啊 这种这种凯米瑞 这种价格 这才是实用性的 你应该买这种东西 嗯 我后来我我刚开始还挺相信他们 后来我这个自打我开了911 自打我玩了这些枪和这些枪之后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懂 他们其实就只是穷而已 哈哈 你知道吧 你你要明白就是说 你就像马云吧 如果马云跑来了跟你说 不要买什么劳斯莱斯 宾利 我跟你说你就买什么 凯米瑞啊 雅阁 那才是好车了 你可能你还能听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他们那些人呢 就只是穷而已 知道吗 911我没买之前 一堆一堆没有买过911的人 跟我说不应该买911 说那车不合适 这个那个的 等我真的买完了之后 我告诉你 就是两个字 真香 知道吗 买了你开一开 根本来 根本就不是什么这个雅阁凯米瑞能够比的 那是开完开 你别开国际玩笑 知道吗 你在马路上你开开 那是那车能比的吗 对不对 我来美国买的第一辆车就是凯米瑞 知道吗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的 好吧 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买了911在马路上开怎么样 感觉如何 我说怎么说呢 我感觉很尴尬 你知道吗 就是我开了911 你知道吗 以前咱们开车 比如说拐个弯什么的 他有侧倾嘛 对不对 你就拐不过来 我那开911跟我老婆 我下了一个高速下来之后 他马上有路口要拐弯 然后马上要变这个红灯了 限速呢45 我也没有超速对不对 我开到了55左右 对不对 就是说那比这个限速的多时迈 基本上还在也可以接受的分析之内 就是警察一般来的 就算了 对不对 开到55左右呢 然后呢 就是要抢这个灯 然后马上拐弯 当时呢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来啦来啦 咱看啊咱看啊 55 冲过去之后呢 马上我就踩仨车 然后往这边一拐 知道吗 我当时认为什么 我觉得这车肯定 因为我买的还是后驱的 是S 不是全驱的 我想这车可能 然后就哭 然后那个轮胎滑地 然后我就啪 一个飘一叉 就过去了 我说来来来来 看啥 看不给你表演啊 你猜怎么着 我非常的激动 那车呢 冷漠到 让人觉得有一丝丝的尴尬 因为我太激动了 但是车呢 就是说冷静的 然后一点毫无反应的 就 就过来了 没有任何的什么 还磨轮胎 飘 狗屁 那车就 就 就过来了 而且那车一点都没有 就是说 连 有PDCC嘛 知道吧 连那个侧倾都没有 就都没有一个 就这样 没有 那车就 就过来了 我跟我老婆面面相屈 就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觉得我自己就 我觉得 来了来了 然后那车冷静的 让你觉得 他就说呢 激动什么呀 你见过世面吗 就那种感觉呢 你知道吗 这个枪呢也是这样的 你拿这种枪 你就 他他都不好打准 你知道吗 打不准还玩不着跳 拿这种枪啊 知道吗 他又不怎么跳 又能打得准又能打得快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买这种枪呢 人家你穷嘛 对不对 所以呢不要跟我扯 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一说那你 你打过这枪吗 哦我朋友有 我摸过 拿我朋友打得不好 我跟你说还是这枪好 放屁吧 兄弟 真的放屁吧 真的 一定要我跟你说 要跳脱穷人的这种思维方式 知道吗 人家这一把枪 买他三把了 不是 不是快 是快买他四把了 你知道吗 这一把枪快买他四把了 就是打得好 这打的就是舒服 你去打打 你猫过嘛 来了就胡走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一帮玩枪的 我发现就 我现在愿意跟另外一个哥们 那哥们也是 那哥们就是 也是就是 资金条件不要充裕 买的都是好枪 买的都是什么 SP5啊 或者IW2C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也是三千块钱的枪 知道吗 人家手里拿的都是这种 三四千的枪 你知道吗 我跟他聊了 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聊着 来的时候 人家真跟你说哪个枪好 哪个枪好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光玩 格洛克来了一张嘴 你没法跟他聊 知道吗 他只开过凯米瑞 你跟他聊911 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找那个就是说 什么法拉利啊 兰波基尼啊911 都有人才能聊车了 你知道吗 你看他家都是凯米瑞 雅阁 什么Toyota 不是不是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卡罗拉的 你就别跟他聊 聊的没有用 你知道吗 他跟你说 我朋友买了911 那车不好 啥都装不下 狗屁 我老婆前两天 我们一块去超市 我老婆到了Costco 对不对 买了一袋 那个净水器中的盐 50磅 买了什么西瓜 还买了什么 买了一箱水 911全装回来了 那911可能装了 我跟你说 不要以为911不能装 后座放下来 我看了看 我们俩出去旅游 都能开911 后座 我能放一个 31寸的行李箱 前面能装一个 22寸的行李箱 登机箱都能装 我跟我老婆 我们两个来 拉特加斯旅游 就我老婆 我就用了他那22寸的箱 我用了那31寸的 我们两个人 就两个箱子就过来了 那怎么着 那911我跟你说 我看这意思出去旅游 都可以开它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呢 我跟你说 有钱 像这种枪 像什么911 像什么法拉利 有钱就买 千万别听你的那些穷朋友 跟你讲那些没有用的 知道吗 哼 真的是 要要跳脱的穷人的思维方式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知道吧 就是说你像咱们 咱们真的咱们都是 都是这个穷苦老百姓出身 草哥出身的 小时候我们都很穷 对不对 那我们一点点通过自己努力奋斗 我们开始就摆脱 你要好多人问我说 这个怎么能够那个搜死顿锅 能不能给我们出点主意 怎么能够这个积累财富 摆脱贫穷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前两天我还没想好 我前两天我想到了 首先你要摆脱穷人的思维方式 其次你要摆脱你那些穷朋友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这种穷人的这个地方待久了之后 他就觉得他有一个吸引力 他像一个沼泽一样 当你要脱离的时候 他说你别走啊 跟我们一起吧 你知道吗 跟我们一起穷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一脚踹下去 照脸踹 你知道吗 你要摆脱你的穷朋友 突破你穷人的思维方式 你才能够就是说 往上发展 明白吗 一定要这样子 千万千万摆脱那种 穷人的思维方式 不要一来就什么 这么贵 买他干什么 啥子才买了 知道吗 都是人傻钱多才买这种东西 那个911也是 人傻钱多才买那种东西 那都是骗二傻子的 兄弟 等你有钱了之后 你买一买 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真香 知道吗 人这些东西能够这么多年911多少带了 人家就卖这个价钱 经久不衰 为什么 你好好想一想 好吗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是啊 因为我也是穷人出身 你知道吗 身边穷朋友比较多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 你知道吗 必须要 我最近这两天也在自我 在这个 在思考 一定要摆脱呢 这种呢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 你看我 我也是嘛 还是就是说 局限在这种穷人的这种思维方式里边 就是 离不开 我自己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呢 也在建议大家 我们一起呢 共同努力 共创的美好的未来 知道吗 首先呢 就是说 先从思维方式上改变自己 然后其他的事情 你才能够呢 有所提高和进步 好不好 那我这个话呢 可能有一些人不爱听了 但是呢 我是真的是呢 以为我自己好 以为你好 我是我自己有什么收获的 我得跟大家呢 去这个去分享 就是最近玩玩这些东西 最后呢 有很多的这种思考 就是说呢 人人人生都这样 你有了一些癖好 你看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用 这就是一些 一些爱好 一些癖好 但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呢 知道吗 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 其实他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在里面 好不好 不过还好吧 因为咱们讲腔呢 一般呢 看的人也不多啊 我知道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如果搁在一些比较热门的视频 看人多了呢 又要被骂 但是呢 讲腔的视频呢 反正呢 还是那句话呢 不是娘家人可能也不进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就把一些真心话呢 说给这个娘家人听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